那個官僚之下的讀書會 然後我在這個部分 我先在開始看片子之前 我先做個補充 尤其是對上次來的朋友 我做個補充 上次裡面我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有關於電力 國家統整電力的例子 我當時舉了日本當初情形 那個戰前的時候 其實電力網也是非常混亂 後來他們透過一些法治的過程中 把它改變 那我現在這邊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補充 因為那時候我只是很籠統的講 我沒有把一些詳細的數據 有趣的事情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我那天有講過說 日本最早的電力公司 其實是一家叫東京電燈公司 它成立在1882年 成立 但1887年開始 它就開始充電 那在當時 當時非常有趣的一點就是說 日本這個國家 看起來 好像很一個 大家都說 日本很集體主義的國家 可是在當時 非常混亂 非常混亂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以東京為中心的關東地區 引進的是歐洲系統 就是50赫茲的那個 供電系統 那以大阪為中心的關係地區 這引進的是美國的系統 那是60赫茲的系統 所以它其實根本 都沒有辦法統一 而且在1938年的時候 日本電力的總資產 總資本 已經到達49億日元 那佔全部日本資本的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它當時電力產業 已經是日本工業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 可是呢 在這樣的情形下 你知道當時的日本的電力公司 總數有多少 我那時候有跟大家講說 數百家 現在告訴大家 剩缺數字 八百三十家 所以它完全沒有效率 而且那個 那個系統 服務什麼都 都非常的混亂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在1938年的時候 他們 1938年三運的時候 他們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通過兩部法律 第一個叫做電力國家管理法 第二個叫做 叫做那個 國家總動員法 在當時 他為了要開始 逐步的要轉向戰爭經濟 但他同時也做了整個的改變 所以呢 他透過這個 日本的這個 這個時候 電力國家管理法的時候 然後 然後 他們 隔年 隔年的 隔年的四月 就是 日本就成立了 日本發送電諸事會社 那他們 他們當時提出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做法 因為 那個 上次的時候 我回答 高雄的夥伴 他們那個 究竟像 國營事業 公營事業他可以怎麼做 他其實當做了一個非常 跨時代的做法 我們都會說 我們說 國有民營 或是國有國營 他是做的完全相反 他說 民有國營 喔 他這個規避 他事實上 他要收歸國營 他把這800分鐘 都加到收歸國營 可是 日本當時的資產 根本沒辦法做到這種事情 而且 這個 開玩笑 你這個直接把它收歸國營 完全是 他們講法 叫做赤化的做法 也就是共產黨的做法 這太激烈了 太激進了 所以 結果當時的一個官僚 他們的官僚 地信省的官僚 就是主管電力的官僚 官僚 官員就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做法 在說 民有 民有國營 他意思說我承認 那是你的啊 可是 這個東西 很重要 所以要收歸由國家來經營 那你就是股東 你變成這家新成立的 剛剛我說的 日本發送電 諸事會社的股東 那由國家經營 那 在這個情形之下 他把日本分為九個 我那時候說六個區域 其實是錯的 九個區域 分為北海道 東北 東京 北陸 中部 關西 四國 中國 九州 九個 然後 這個其實就是現在 日本的九大電力公司 的範圍 的範圍 那現在他國家的一個沖繩 那時候不包括沖繩 那時候不包括沖繩 戰後 那所以在這邊補充就是說 告訴大家說其實在日本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戰後其實跟戰前有一個脈絡在 那而且他們就有一個國家的 國家的總體經濟的官 的那個一個總體官 他不是說我今天頭痛運動 講了一講 而且他們想的就是怎麼樣提升整個國家的效果 那 在我們看完第一第二集的時候 很快的接下來就 在日本很快的經濟復甦之後 馬上我們就面臨了問題 經濟 你有人賺錢就有人 有人失敗嘛 對不對 那就開始會有貿易 貿易衝突貿易談判 而這個背景 我覺得我們這個時候來看這個時候 東西非常有意義的原因 就是說 我們去年318以來 所在爭執的東西就是 其實也是這個 自由貿易 貿易談判 自由貿易架構等等 在第三第四集都會 將會開展這一部分 好 我們先報告到這邊